請一下 應該是原本的它的規格 有撐開了對不對 因為它手上去的時候 那個螺絲這樣 還要打電腦筋又會動 所以它還是有見識 了解 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怎麼會螺絲這樣 所以應該是五一的 三六 是正常 三六我記得是Hocus 你都跟Hocus一樣嗎 二半 開始了 不聊天了 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 是一般叫微笑馬三 二代馬三 這台車的話 今天安裝的版本 是KD的道路版 這台車前方是賣花層 其實這台車的架構 底盤 是跟Focus 福特的Focus 那時候算是一個 底盤系統共用的架構 前方是類似插入式的賣花層 所以前面的話 沒有辦法做Camper的角度 除非啦 除非上座的話 上座的話我們把它換成魚眼上座 就跟Golf的車系式一樣的意思 前方如果換魚眼上座 才有辦法做Camper 那這種插入式的 那前方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Camper的角度 那後面的話 算是彈簧跟避震器 分開的一個獨立懸吊 不是拖曳幣喔 到了四代的話 就是拖曳幣的系統 所以這個二代三代的底盤 經理個人認為啦 這樣的底盤系統 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車主的話 原先也已經改了 改裝的避震器 這個也是Buddy Club Buddy的話 它算是日本的品牌 但至於是哪裡製造的話 經理就 雨帶保留 不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個的話 它的上座的話也有附 後上座的話是沿用原廠的 這個應該用蠻久了 Buddy的品質其實也不錯 它的乘坐感覺也蠻不錯的 這個大概用了五六年了 它前方的話 一樣有附上座的系統 所以前方的話 Buddy的話 它是做一個倒叉的系統 所以它的主鈴調整的話 正常來說的話 是會坐在下方 倒叉的話 它的主鈴機構 是坐在下方 好 那這個是它的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的話 一樣是做一個上置式的 可是KD的話 一樣類似的設計 但是這個上座部分 在上座跟板件的中間的話 KT還有附一個專用的橡皮 需要把它原廠的橡皮 它彈簧上方 Focus也好 馬山也好 它彈簧上方有一個橡皮 橡皮需要拿掉 記得橡皮需要拿掉 因為KT就有附專用的橡皮 那這台車KT的設計 前面是7公斤 後面的話 是專用的6公斤的規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先介紹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 車主已經有改了這個 竖角調整器 在下方 鏡頭可能拍不太到 在這個地方 好 那上面的話 這個機構 這裡的話 KT有附一個 這個 新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啊 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至於剛剛提到的 在Hilo Key的上方 鏡頭帶不到了裡面 KT有附一個橡皮墊 有附一個 這種 這款車所專用的橡皮墊 後方的話 是配置 183 6公斤的彈簧 所以這台車 今天的車主 因為它的車高 沒有要降得很低 所以 改了竖角調整器 所對應到的規格 就幾乎都夠用了 其實這台車 原廠也有一個偏心螺絲 在這個地方 這顆螺絲啊 它是一個偏心的設計 它這裡其實有鏽調 這裡有刻度 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後方的竖角 可是這個偏心螺絲啊 它能夠調整的範圍 畢竟有限 所以改了竖角調整器之後 它的竖角調整的範圍 就會比較寬於一點點 那這支竖角 KT也有做自己家的規格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一個設計 那後方的話 一樣有一個原則 彈滑 後方的彈滑 千萬不要壓縮過度了 因為壓縮過度的話 這台車 低速一定非常的不好做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前面 前面的話 車主也已經有改了 這個是四門 四門的一個 一個多三卡線 那四門的話 它其實這裡有四門自己家的一個化線的一個特殊的一個化線的一個圖騰 那這個圖騰的話 如果磨掉的話 幾乎啦 這個盤子的厚度也已經有點太薄 需要做太換了 像這個厚度的話 應該就有點太薄 那本來這裡有線 本來這裡有化線 但化線的話 久了之後它會磨損嘛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正常的消耗 那至於這個線磨到已經快沒有的時候 就代表啊 疊盤也差不多需要做太換了 那正常比較科學的做法 我們是把它量這個疊盤 它的厚度 那它的厚度低於多少mm以下 就是代表需要做太換 好 那前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180場7公斤的規格 那這裡油管固定座 還有ABS感應線 可能是它原來 改裝其他品牌的時候 這裡本來有一個固定的架子 那那個架子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們只能非不得已 只能把它用束帶的方式 把它予以固定 那前方的話要注意喔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前方是麥花城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安裝完畢之後 記得要把它敲緊一點點 那前面的話 阻尼調整的部分 在上座的地方 有一個旋鈕 那一個旋鈕 就可以調整到它的軟硬度 那車主的話 也有多裝的拉桿 所以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基座 把它把它拆開 才有辦法拆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KT的LOGO 這個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那這一世代的馬山 它有分1.6還有2.0的引擎 好 那如果啦 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試乘這台車 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再記得要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